大家好 这一篇跟各位介绍的是 Windows 7的系统加速登录党优化 Windows 7的网络加速登录党优化 会在下一篇跟大家介绍 如果你看过上一篇 Windows 7的关机加速登录党优化教学 那你可以略过下面的影音教学 因为下面的影音教学都是重复的 本篇教学的登录党数值 均采用微软官方文件制作 大家可以安心使用 但还是有使用限制 依我操作数不清的电脑经验 如果你的电脑有下面几种状况 最好不要使用登录党优化 以免造成冲突 需要重关电脑 请注意 本工作室不对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党 所造成的伤害做任何形式的赔偿 所以 如果你想要使用本工作室所提供的登录党 进行优化 请确定你有足够的电脑知识 了解你的电脑在使用 1 电脑有特殊的专业软体 有些专业软体需要修改登录党才能执行 所以 不建议再用我的登录党做优化 以免修改到那些软体的登录党 2 电脑中毒 有些病毒会所登录党 有时候会造成冲突 3 电脑磁碟空间不足 电脑执行速度明显变慢 这次系统已经开始错乱 有过多的热色资讯 不建议再执行优化 因为这个时候进行优化 对Windows而言不是进行优化 而是增加热色资讯 另外 如果你的电脑是使用SSD的固态硬碟 也可以略过这一篇教学 因为SSD的固态硬碟速度够快 也许你会感觉不出差异 当然如果你想要优化Windows 也可以试试看 首先到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点选一下这个网址 这边要你输入密码 密码一样在影片下方的说明栏位 按下载 按下载 打完之后我们开启下载位置 点选两架登录档 选择是 选择确定 等一下重新开机之后 Windows7 就会套用这个登录档的数值作业 这样Windows7就优化成功了 如果你觉得Windows7优化之后 跑的你不满意 可以用复原登录档 回复你原来的设定 复原登录档的网址 一样在说明栏位里面 操作步骤和优化登录档一样 这边不再重复说明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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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